从小看纪录片的孩子 格局和思维都不一样 这五部打开财富观的纪录片 一定要帮孩子守好 第一步 无节制消费的元凶 这部片的推荐至少刷三遍 不仅能教孩子省钱存钱 还会告诉孩子消费背后的秘密 为什么一购物就停不下来 谁的圈套正在偷偷暗算我 这部纪录片揭露了无节制消费背后的机制 并不是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 而是通过改变产品 进而操控人心 第二步 金钱与我 人们总被金钱控制 每个月都在被还款范畴 经常想买某个东西迟迟不敢剁手 这部纪录片让孩子从小学会管理预算 片中还有业内人士给出的 买房买车省钱建议 以及多个关于消费者心理的实验 帮孩子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经济决策 第三步 富哥哥穷弟弟 哥哥事业有成家庭富裕 弟弟却一世无成生活窘迫 为什么同一个家庭出生的两个人 会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呢 不同的人生观之间又会有怎样的碰撞 看完就知道答案了 第四步 金钱通简 对于钱 人们要么铤而走险 要么机会回避 这部纪录片教会孩子如何给手里的钱做排列 如何经营 更重要的是他揭示了一些骗局的本质 即我们的弱点如何被人拿来牟利 比如学生贷款如何变成危机 人们怎样被拐入土局 为什么大多数人退休时都没攒够足够的积蓄等等 帮孩子提前规避重大风险 避免掉进天壳 第五步 富豪谷底求翻身 一个亿万富豪挑战90天内 仅用100美元和一辆卡车 就创建了市值100万的公司 几乎所有看过的人都迷上了这部真人秀 过程中亿万富豪真诚得体 富有激情 他强大的自信力 情绪管理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都值得学习 让自己更有价值 但是钱才会追着你跑